北宋年前 江南有个高家油铺 老掌柜年老历衰 家中独子又年轻气盛 顿不顿开罪活计 他担心家里儿子无法接任油铺生意 整日烦恼不已 正逢九月相会 高老掌柜又跟往年一样去灵饮寺 上乡拜佛 行之路上建议老翁不用双脚走路 而是五体投地地匍匐前行 本就狭窄的山路让他堵住大半 人们十分不满 怎么回事啊 喂 老头 你走不走啊 我是站不起来 现在已经爬不动了 谁要嫌我慢 就来背我上山 老人家 我来背你 于是高老掌柜背起老翁 一步一步朝山上走去 世上难事多着呢 你都能背着 难事再多啊 停一停就过去了 你这么大的家业 几代人的心血 怎么能放得下呢 要我看 要我看你辛苦了一辈子 应该把家业传给后生 享清福喽 你究竟是何人 你究竟是何人 怎么知道我家的事 你也不要以为你有钱 你背我 你就比我金贵了 把你的点心给我冲击吧 我饿了 这水果也不错 老人家 这是相会的贡品 给菩萨的呀 我知道我知道 没事没事 是给我吃的吗 老人家 我没跟你开玩笑 银子给您 贡品我得留给菩萨 不行 你得把吃的也给我 给了你就轻松了 你 你不要害我得罪菩萨呀 怎么是害你呢 我是在帮你呀 你看看 吃光你的点心 喝光你的水 拿光你的银子 都是为了让你放下 放下你就轻松了 你要是能放下你的油铺 就更轻松了 高掌柜听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脑翁 虽然貌不惊人 说的都是佛礼禅机 顿时就要下拜求教 免了免了 我早就说了 你把我放下 你就可以轻松上山去 说着突然起身走论起来 一步一步往山上走去 转眼便消失不见 高老掌柜回家后 精神好了很多 不是想起老翁的话 于是决定把油铺交给儿子 少掌柜掌管油铺以后 往日被欺负的伙计们 负面情绪油然而生 纷纷辞去 少掌柜接受油铺 没几天就只得关门歇业 无奈之下 老掌柜只能去张帖告示 招聘二掌柜 重新经营 我来受聘你家二掌柜 老掌柜一听 这声音十分熟悉 原来竟是那日的老翁 老掌柜大喜 忙让儿子与老翁相见 老翁让少掌柜 把接任以来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帮他一一分析 老翁还让少掌柜 去请回之前辞退的老账房和伙计们 并告诉少掌柜 在生意中 掌柜与伙计都是人 用菩萨的话说 都是云云众生 众生平等 那些离开的伙计们 都是游铺的功臣 游铺向东山再起 少不了他们呀 少掌柜文言 耐心将伙计们都请了回来 从此善待信任众人 这一日游铺重新开业 热闹人流中 老掌柜和少掌柜忽见老峰匆匆离去的背影 连忙呼唤 老先生 老先生 老哥哥 请留步 这时候 这时候只见老峰竟腾空升起 天空时上 观世音菩萨的法相赫然出现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众人间床也纷纷跪拜 以善待人 善便助你 以德待人 得便在你 今日你善待伙计 有谱心旺发达 日后你善待众生 高家 世代 安康 此后 高家有谱 日渐兴旺 成为方圆清帝 最有名的有谱之一 老掌柜一家 在城里城外 广修观音庙 每日参拜之人 诸多 香火不断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往为流传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普悲观音